完了,完了,朋友们 到家了,朋友们 现在是晚上到9点钟 我和原本才找到露营地 是不是,宝儿,冷不冷 现在海拔4100 然后找了一个村 这个村叫啥我也不知道 就是离路边很近吧 风海很大的 今天晚上就在他这个广场 这边露营了 开始搭张网做饭 谁说俺不活泼的 是不是 原本,蹦一个 蹦 先蒸米饭,朋友们 开始切菜了,朋友们 还有一块儿腊肉 再来半根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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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ling 已经切好了,朋友们 葱姜蒜,腊肉,腊肠,冬瓜,鸡腿菇,豆干,大杂烩 倒点油 腊肉,腊肠,葱姜蒜,咖喱汤 豆干,鸡腿菇,咖喱汤 咖喱汤,咖喱汤 冬瓜,咖喱汤 咖喱汤,咖喱汤 完美 加点水 盖上锅盖 开饭了,朋友们 哇塞 还不错 很香的 嗯 准备把这菜 然后倒到米饭里 菜全倒里 把这个锅腾出来 这前两天买的 不煮一下的话 估计放不住 所以说把它煮完 给圆板吃 今天我就先吃饭了 让圆板 握到帐篷里了 我做好饭了 然后 喂喂它就行了 我先吃,这个太辣了 它也吃不了 今天我和圆板 又爬了20公里 朋友们 离山顶只有22公里 现在海拔是4100 还得往上爬个500米 要是按正常速度的话 努努力应该能到 问题不大 这大大会 这真好吃 三天都是大大会 今天遇到两波朝圣的 他们都是徒步走路的 好像没有 那种 三拜九后 现在应该都简易了 我和圆板现在离拉萨 还有800公里 800公里左右吧 要是按一天 20公里的话 也不算多啊 就算20 因为我确实走得慢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20的话 就两个多月 应该就到了 要是插到365天到拉 那就完美了 我和圆板也吃过饭了 煮了三个鸡腿 他吃了一个 然后刚才直播完 就没有拍 他也撒过尿了 你来吧睡觉 嗯 外面来了一条野狗 在这乱枪呢 朋友们 现在是晚上的一点半了 然后外面还下着雪的 应该都听到吧 不管他睡觉 管他灯 又不是狼 昨天下了一夜的雪 帐篷也湿了 这里面全是水 衣服也湿了 衣服也湿了 毛衣也湿了 这都是湿的 睡袋也湿了 这个大弄呢 今天怎么走呢 赶紧起来把东西晾一下 这自行车啊 全是雪 看山上 全是雪 要晒一下 不晒走不了了今天 完了完了 朋友们 昨天晚上没有找到录影地 就在这个广场上录影了 谁知道半夜下大了小雪 早上起来东西全湿了